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芬姐 这是台菜一姐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洋葱炒蛋 这不是很家常的菜吗 有什么小辈子吗 一点点 这是洋葱 这全部都要用吗 你如果小人家有两个 这一粒就可以 黑木耳 黑木耳 这条像这样而已 把它沾到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多 今天到底是要洋葱炒蛋 还是黑木耳炒蛋 洋葱炒蛋 洋葱是主角 那你黑木耳这么多是 点缀一下 点缀也不需要这么多 对 这个就是小辈子 本大人在做的 因为这就要浸 浸多久 一小时 较多 10分钟稍微重点 就要洗洗洗洗 等下10分钟 就要洗洗洗洗 10分钟10分钟洗 洗三遍之后 有更清淡 一会儿就要浸 泡这么多 是有其他用途 是不是 对 浸的 那种你把它沾两年 怎么可以 我今天没买 如果里面有这个 这个就好 像我们蒸这个 木耳露 木耳露 不要用干木耳来做 风味比较好 夏天到了 可以跟木耳露在咬 很好喝 还有鸡蛋两颗 倒油 出炸橄榄油 鹽 三样而已 第一步我们就是这个浸了 我说了要洗了 来 先汆烫一下 不是汆烫而已 煮熟 对 用一匙的盐 入味一下 差不多一匙 好 好来 木耳我怎么够吃 这样滴味一下 要滚了嘛 嗯 先全部把它烫熟 把它烫过滚 好 煎到一勺炒洋葱 都会来烫 啊如果煎的 不用这样 生的木耳就不用这样烫了啦 就跟羊肉一起炒就行了 对 对 那不好了 因为水不太烫 我们吃蜂蜜 是要吃焦脂 先把它烫出焦脂 对 然后那个水要有一点黑黑这样子 哦 水稍微烫烫了 哦 撈起来 这样齁 一星期都不太 洋葱 你看 人家营养师说 洋葱有什么 有钙子 还有抗氧化 对不 没感谢 我们要吃一个 我们把它撇一圆倒 切丝 抗氧化力强的洋葱 含有刺激味的大蒜素 它有降血脂 抗癌 染脂的作用 我很喜歡洋蔥的那個嗆味 這個很快喔 洋蔥炒蛋都不需要放什麼蒜頭 不用 油嘛 現在下去嗎 我現在都要下去 有壓出炸橄欖油 對 不要太黑喔 大概一匙醬油 要一點點水 你用湯葉出水喔 一匙就好了 好 差不多一匙醬油 好 一匙醬油 我們這個煮出來喔 就是不可以用手 或是阿札去 蛋去用 用湯匙乾淨去會乾的 好 看你要多少就多少 好 放一些黑木耳啦 這種乾燥的黑木耳喔 它不會木耳的那種生的味道 對對對 這樣角角喔 嗯 你如果後面還要煮 差不多就這樣 都不錯 嗯 好 要把它翻起來 我們可以今天蘸這樣就好 好 好 洋蔥料這樣軟了喔 好 直接就這樣打蛋喔 對 你不用把它攪一攪喔 不用 不用 不用再洗碗 喔 喔 就這樣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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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燜一下 對啊 試看看 所以要好了是不是 嗯 剛好喔 哇 啊 這不能炒喔 很暖 也不能不暖 你這樣做真的很不錯耶 因為 隨時都可以拿那個木耳來用 對啊對啊 啊你如果感覺說兩粒兩 這樣比較沒有油 我們還要洗一滴 嗯哼 這油一都沒有破壞 不用壓軟了 對 條件沒有比較長一層 這太豪邁了 像對位咧 你如果不擦這裡沒有沒關係 好 我擦 你擦喔 嗯 這樣有看著綠綠的 關火了 我又吃到洋蔥又吃到蛋 又吃到黑末 對 好甜喔 好吃要營養 夏天蔬菜量少 可多吃點洋蔥喔 你這個洋蔥好Q喔 好甜喔 對啊 這是台灣的還是哪一國的 台灣的 台灣真是很適合種各種蔬菜 好好吃喔 比較白色的就是台灣的 嗯 這不是在吃很脆 不是在吃很爛 像就是說這是 這把我們 清豆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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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這算清豆腐 還有蓋子 像這都很讚 又燙又好煮 這道菜可以配上稀飯 配乾飯 好好吃喔 對啊 去買菜 我就買幾顆 我回去都放了 隨時要煮就有 像沒菜 你就把它炒一下 好棒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我們每個禮拜六 六點鐘見喔 掰掰